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 9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次会议上代表100多个国家做共同发言 呼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有效应对新冠疫情影响 陈旭还表示 推动国际合作 多边主义和团结协作 是全世界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等全球性挑战的唯一途径 我们呼吁各国加强团结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共同推动发展繁荣